地球上真的有所谓的史前文明吗?甚至是史前文明留下的高科技,地球的历史几十亿年,这其中发生了什么,我们不可能全部都知道,所以史前文明就有余游存在了吗? 地球从诞生到现在已经46亿年了,人类一直是自己为这个星球上最高级的物种,就现在来看的话,的确是这样的,有人说人类祖先最早的化石,出现在700万年前,但是根据一些科学家的推断认为,我们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的历史,或许只有350万年,那么问题来了, 在人类没有诞生的这段漫长的岁月里面,地球到底经历了什么? 总是会听到一些有关史前人类文明留下的高科技的一些报道,比如说很有名的20亿年前的核反应堆,这个说的是在非洲某个地方,存在着许多座核反应堆,这些核反应堆,运行了数十亿年之久,但是这些核反应堆的功率明显不大, 不像是人为制造的,像是天然形成的。 后来科学家算是弄明白了,这个地方的油矿含量丰富,而且恰好位于地下水经过的地方,类似于现代的清水反应堆。 除此之外,几亿年前的三叶虫化石上人类的脚印,也是九副盛名。 据说考古学家在一块几亿年前的化石上,发现了人类的脚印,但是这的确是令人匪夷所思的,因为三叶虫是生活在海洋里面的生物,那么这个脚印,到底是从何而来的? 如果真的是人才的脚印的话,那么这个脚印,怎么会在这么久的时间里保存完好? 看来这个脚印,纯粹就是眼识花纹的巧合而已。 还有一个古埃及飞机模型的一个案例,在古埃及某个法老的陵墓里面,发现了一大堆类似于现代飞机的模型,飞机模型造型精美,而且机翼的水平误差度,不超过0.01,更何况它还有比例合适的尾翼。 但是可惜的是,这不过是古埃及人模仿鸟类飞行制造的玩具而已,该现代飞机的原理是想通的,但是却并不代表着古埃及人制造出来了飞机。 所以说,这些所谓的史前文明,本质上是经不起推敲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